现在的邱瑞金和癌症的病魔持续奋战着 喜欢摄影跟写文章的他 曾经在罹患癌症两周年的时候 将这两年开过五次刀的过程和心情 写在网络的部落格中 原本只是为了鼓励自己勇敢地走下去 没想到这一篇重生的文章 在网络的世界里引起了巨大的回响 也间接地鼓励很多癌症的病友 当时很害怕 自己很年轻 但是病得不轻 当时很害怕 然后就看到了邱大哥两周年的纪念 心里百感交集 因为这一年多来 自己也走过这样的历程 我开了两次刀 当然相较于邱大哥 是没有这么样的 他战功标柄 我是望尘莫及 我开了两次刀 再相隔三个月 所以我深深知道那种开场破度的那样的辛苦 我觉得金大哥对生命这部分看起来很乐观 他不会像有些人就是到时候可能就是受不了 会有亲生的念头 因为我在医院有干过 然后我就觉得他面对这一部分 他很开朗 然后很开心 然后他勇于去面对 然后就是他很坚强勇敢 然后很多网友也说他是生命的动士 赞的嘞 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生命的一个企图心 跟他要活下去的那个求生意 很少人会在自己要动手术的这个肚皮上画上一些图画 对他大概是我看到的第一个 那我就觉得生命是可以这么样子的有张力 那我就丢音给他告诉他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对那虽然我们不认识 但是我们一定会祝福你帮你加油 网友的支持加油打气的声音 让邱瑞金这一仗打得并不孤独 更令他感动的是 在摄影展的过程中 来自高雄的民歌手 贵格与卖片 义务的北上演出 我们知道邱大哥的情况之后 我们也去看他的部落格 那本身他的情况 我跟贵格两个人都是很相近 贵格跟我两个人都感觉不是很好的 那无形当中会有一个莫名的感动 那会觉得说 其实他同样都是艺术的工作者 那我们觉得说 如果能够到这边来共襄盛举 其实也是一个蛮快乐的事情 邱大哥他会希望就是说 把这个希望跟爱 这个带给每一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生在遭遇到很多的 一些困境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都会感到很多挫折 但是我们免不掉要 去走过这个逆境 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借由我们各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把我们的真诚跟我们热忱 这个气氛带给现场的美味 这个听众 梦要痛苦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青春去流浪 虽然没有花下悲伤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那是从我二十年前 我就很喜欢那一首歌 那再加上我自己的工作 就像那个歌词里面一样 在工作的十几二十年里面 跑遍了 我不能说跑遍了 跑了十几二十个国家 那光是香港大陆 骑了十几二十几次 那常常就是到外面工作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 看到不同的时空 看到不同的风景 看到不同的人的生活等等的 就是说 这个对我的心理跟我的视野 有很大的帮助 那摄影的工作就是这样子 你到处到外面去看 去翱翔 透过你的眼睛 透过你的心 去观察这个世界 那这首歌对我的启发 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所以我会一直很喜欢这首歌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没有生日常病的话 我也希望我能够带着 我的小朋友到世界去看 我会告诉他 我用什么样的心情 去看这个世界 我也希望他能够找出他的心 去看这个世界 虽然没有花下眉山 但是心里总一满着希望 我们要回来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